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第一次邦迪的读咒曲 《入骨山上彩茶芒》怎么演奏 那这个曲子是1985年 这个陈庄老师他读咒会的时候呢 邀请黄诗老师做的曲子 那《入骨山上彩茶芒》 大概就是讲南投的入骨香啦 就是一个很愉快的彩茶的一个场景 好那这个曲子也蛮短小精干的 大概整个吹完大概差不多三分钟 多一些吧三分半左右 那在台湾这边也相当的流行 小朋友几乎都吹 曲调也很好听 那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曲子怎么演奏 先我们先来从影子跟大家吹一下 小快板 好刚刚这个是影子的部分 第一个它是小快板 那要注意几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小快板 不要太快 好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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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搞得很紧张 这个不是彩茶芒 感觉像那个大卡车去彩茶了 这个彩茶是很温柔的 女孩子用手去彩 好所以它是一个很轻快 很轻松的曲子 也不用过度的快速 好这小快板 速度的普面上其实是120啦 好所以其实没有非常的快 那大家刚刚听到这个这一段影子 比较需要练的部分就是波音 好是这个记号 好大家如果吹几直的应该就很熟悉了 好这个记号大家要特别单独 抓出来练习一下 波音的动作 比如说DON 一个M 再一撇 好这个是波音的记号 那看到这个记号呢 代表我们在本音的音孔上 好快速的开合一次 什么意思 在这个手指头上面 好比如说DON 在这个手指头上面 本音口上快速的开始 变成DOREDO 这是一个装饰音 DOREDO 好这个技巧在题上非常常见 那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从本音开始 好DOREDO 一定要从DON开始 对那很多小朋友或是很多学生在确实说 手指乱动 好记得一定要从本音开始 再来咧 如果有涂音的话 涂在装饰音的一个音上 也就是如果是DOREDO 就是涂在DON上面 手指先摆好 手指头点到之后再DON 这个音出之后再DON 那如果吹准了 它会有一个很 跳 很跳跃的感觉 你吹不准它听起来会爬爬 会散散的 BON BON EBON BON 好那大家可以把单独把这个DON 收DON 拽出来练一下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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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波音的部分 那再来嘞 这段呢 第一个它气比较长 有八回半 八回半感觉好像没有很长啦 也不是很长 主要是因为它跨度很大 从低音 那所以的确在气息上要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好 那注意一下前面进来说小声一点 分配一下 把力气留到后面的高音收的占音上 好 前面就把力气用光了 前面吹很大声 吹到高音收后面就没气了 好 所以这个是在影子的小块板这一段 只有大概八个小节 七个小节 只有七个小节 要注意的一些点 好 这一段时间